南門中心市場啟用將近四年了 原本改建的即將在今年的8月完工 就預言控訴 現在中央要把它收回NCC跟訴發部 來做使用根本是浪費納稅錢 很可惜可以沿用吧 因為商圈已經建立起來了 可是這個是因為是政府部門的 要去溝通 可惜是可惜 也要整個規劃 政府既然要做這件事的話 民眾攤商大多覺得 好好的為何要拆 後續東門市場改建也需要中繼站 議員更無法理解 為何要收回給NCC訴發部 耗資1.8億所興建的這樣子一個建物 只使用四年 卻要變成廢鐵 又要再花幾千萬 去興建另外一個東門中繼市場 訴發部花一年花200億 你有一個豪華的總部不夠 你要來站南門市場 賴清德在擔任行政院長的期間 就已經核定說 這個中繼市場 應該是要給東門跟南門同時來做使用 而蔣市長到南門中繼市場參加端午百仲宴活動 被問到怎麼處理 蔣市長這麼說 持續探尋續租的可能性 以及突然能夠是否延租 那我們會持續的來跟中央溝通 而不只南門中繼用地議員關注 北市唯一水樂園也被議員批評 擺爛浪費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臨時下載TV 臨時下載TV 臨時下載TV